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茶余饭后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做什么手工呢 大家看看我台面放了两个纸杯 我们做什么手工 我先不告诉大家 我们先坐着 我们先拿着一个纸杯 将纸杯饮水的硬边 我们先剪掉 OK 接着我们要将 这个纸杯的高度 我们看看 现在的有 大概有9cm 我们分成三等份 不用特别标准 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画在这里 和这个位置 大概 大概 好 接着呢 我大概是三分 三分一 这个位置 两边 差不多都是三分一 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沿着这条线 就画一个圈 现在我们是三分二的地方 现在我们上边已经有 看不看到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已经有 我画的那些线 接着呢我用剪刀 剪上去 剪到这个底部 最近的那条 那条 像的 那个位置 剪那段时间呢 大概有 0.5cm 这个 宽度就可以了 好了,我們剪完了 剪完之後,我們就順著上邊這條痕 上上這樣,挖一挖它 每一條都是 就好像這樣的 然後,我們就 這裡就要留意了 我們將其中一條拿起 順著我們之前不是分了三分一、三分二的那條線 這樣打前這樣折過去 折了之後,拿著我們折這一條 第一條 接著 隔一條 然後拿第三條 這樣壓著它 接著 接 第二條 都是在那條線那裡 折過去 接著 拿著 都是以 它為第一 第三條 壓著它 給大家看得清楚些 就是這樣 我們這裡 每一條都有 我們剛才說的那條線 我們 重新開始 隔一條 就是這樣 隔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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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第三條 拿起來 壓著這一條線 接著 我們就折第二條 都是 以那條的 畫了那條線的位置 這樣 向上邊 折過去 接著 壓了一條 接著 將 第三條 壓著這一條 接著 就是 將 這一條 就是 沿著那個 位置 這樣 壓著這一條 接著 用這一條 壓著它 然後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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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條 壓著上面 再拿 再將第二條 接上去 拿第三條壓下去 接著著著第二條 拿第三條壓下去 折第二條 拿第三條壓下去 折第二條 接著再收尾 最後這個切下去 現在我們看到是不是好像一個草木 帽仔一樣的 對了就是沒錯 看著這邊 是不是都很漂亮 對了 好了 那我們整些豬仔 用鐵線或者用棉線 穿一些豬仔圈圈 我們套下去這個 上面 然後我們做一個蝴蝶剪 拿出來的絲袋 我們先剪一段 大概有20cm就夠了 我隨便剪一段 首先我用拇指和拇指拿著一條邊 然後把兩個拇指拆開 好像剪刀一樣 拇指按著這個絲袋的一端 然後按在中指上邊 然後在另外一邊 拆開兩個手指 這樣繞過來 繞過來之後 在兩個手指的中間的位置 這個中間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洞洞 在中間的位置 穿過來 穿過來之後 我們拆過來 拉過來之後 然後在這裡 我們前了一個圈圈 然後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這樣拆緊它 這樣我們一個蝴蝶子就做好了 好 好 接著我們把這個蝴蝶子 放在這條帽子上邊 好像帽子一樣 對不對 接著我們拿萬能膠 那我現在用這個蝴蝶膠 放在這個蝴蝶子上邊 我們稍微一點 接著我們把蝴蝶子黏在旁邊 接著我們把蝴蝶子黏在旁邊 那種很漂亮的帽子 就做好了 是吧 但是我們其實呢 反轉過來 又可以做一個小花蘭 那好像這樣的 我剪一段絲袋 絲袋呢 接著我兩邊呢 貼著 薯蓉膠或者是 或者是貼些萬能膠 在旁邊這樣貼下去 那我們呢 又可以做個花蘭 接著呢 我們可以將 些東西放進去 好像這樣的 好 那我們 是不是看著很漂亮啊 原來我們 我們演完 茶啊 或者是 演完那些 咖啡那些紙杯啊 還可以做到 這麼好玩的東西 是吧 那希望 你喜歡啦 好啦 拜拜